粉底学呢大家都应该知道不能碰到头皮的 然后它只能在把我们的部分 通常不同市面上所售卖的粉底学呢 都是直接骨抹一发尾这样子的 然后这一款呢是唯一一款可以碰到头皮的 它有独家的那种特别的配方 它不会造成那个毛孔阻塞 然后相反的是它有很多那个植物油 还有水果的精华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那个头皮的那个血液循环 然后呢其实平时的condition是不能动头皮的 这一款可以 所以呢它其实有多种用法 如果你把它涂在头皮上呢 它就可以帮助你头皮补碎 而且它可以改善脱发 然后可以治养 然后可以控制你头皮出油头皮炫的问题 如果你把它涂在头皮上 然后可是如果你有几种做法 又有三种做法 如果涂在发尾的话 就是当做普通的conditioner这样子 是会头发用 然后第三种做法是你可以直接当做它是treatment 就是涂上去你的头发 就是它可以直接动到腹皮用紧的 所以呢你可以挤出来之后 往头发去涂护 抹了之后对不对 你可以去塞那个羽毛 就是很像把它当成treatment这样子 或者是用毛巾包起来 然后后来很像做一个 孵的一个动作 就是孵脉这样子 然后做一个头发 大家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